好的 主播各位觀眾 我們還看到總統今天是按照往例 來到新北市來追思鄭南榮 不過剛剛總統致辭到一半的時候 卻有這大官自救會高舉部調突襲抗議 也讓整個活動一度中 我們來看一下稍早畫面 犯覆群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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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們看到賀勤未安是緊急把這兩名 來抗議的人給架走 那麼總統也看著這兩個人離開了現場 那麼總統之後也隨即繼續致詞 不過在結尾的時候 他也脫口回應了大官事件 他表示說這整個政府 他相信一定會好好處理大官破千的爭議 那麼以上現場的最新情形主播